少夫人 大晚上的不睡觉 拉个箱子乱跑 我看你是规矩没决动 你一个幼人 整天骑在我的头上 真以为我怕你 你敢打我 我一定要告诉少女 你去告呀 顾锦云结婚两年 连个面都没露 结婚时还拿点狗屁的新郎 他将来羞辱我 要不是看见他救过 大义老爷子的两年之约 我已经做到了 让顾锦云赶紧签字离婚 一个整天带着别的女人 进进出出的臭渣男 我才不稀罕 你 你 你 不稀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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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稀罕 顾锦云 苏小姐已经离开去了 有个派人去找 要不是老设定点 把她推倒了 是 谁要整个的导入 你长得好像我那个渣男鞋 你看 我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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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 大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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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月 恶心死我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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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总 素小姐找到了 刚才的表面这 追什么追 开车 我要洗澡 是 对了 副总 刘萌打电话说少夫人挡她 你留下凌婚新书就走了 什么少夫人 她爱走就走 等一下 把新书拿来 把别书卖掉 别人住过 我不舒服 徐副总 苏小姐 这号瓶就老板给带了 你赶紧还给我 一个破花瓶老爷 我帮你拿给他 刘萌萌哥哥 苏小姐 苏小姐你不可以进 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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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苏講 我是答应我母亲召回你 可是我的内心并不多 听说这位秋水大师 是云城古董第一修复师 只要他看出手 花瓶一定能恢复入住 但是 他有点眼熟 谁呀 大早上让不让人睡觉了 你 你怎么在这 风雨 顾锦云怎么来了 就他还第一人 资料上显示说秋水小姐 确实是一个二十多岁女士 昨晚我吐的人真是他 你干嘛 我门口可是有保镖的 当月 给我绣号里面的东西 昨晚你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 你愁劳也是问题 不是来算账的 连自己的前妻都认不出 还想修东西 门都没有 台队已经满了 不接受插队 你是觉得钱少了吗 一百万 你千万 你别太胆 一个亿总够了吧 不接 十个亿都不接 看来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爱是谁 太不走 喊人了 你说顾景云找你修复古董 还没认出你就是他前妻 爸妈去世以后 我不爱在拳的社交 顾景云十八岁才回国 自然没见过 至于结婚证 他估计见都没见过 你说你 当初怎么就看着 这么多火炎了 圈子里多少人 吵上你倒贴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知不知道他小时候 停停停 我不想再听你讲 他从人犯的手里 救下你的故事了 不过 你为什么和老公总定下 两年后才一回呢 我一直怀疑爸妈的死 和风华古董协会有关 但是进那个地方 需要会员推荐 所以我和顾伯伯又联姻 交换了会员资格 那你查出什么呢 陈宗爷 有人出家五百万修后花瓶 照大师二点不住 网上帮小姐来你去救场 宋氏后生云生第一排蛮好 这点事应该可以做的 古董修复最重要的步骤是做色 只有调配接近原物的色彩 才能真正做到无痕 能在半个月时间里做到的 只有我 顾锦云 你这渣男还敢来宋氏 宋氏 咱还没做生意 我为何不敢来 轩轩 看来以后得在门口挂个牌子 写上渣男与狗 不得了无奈 秋帅 你是送生的人 你该不是因为离婚才不就是我的委托吧 罗尼昨晚结婚 讲个情意 有本事你别找罗尼修东西啊 不仅是离婚 两年来你放任佣人折磨宋生 他张力惹你了 我早就说过 敢来联邻就是守国国 宋生贪图利益 活该收嘴 瞎说 宋生才不是为利益 我没时间听你们解释 跟我走 放开我 顾锦鱼 你个狗男人 放开秋水 顾锦鱼 你是不是有病 我的耐心不多了 再不高兴 你们送手跟你一起走去 混蛋 这个是什么 这个刷子我怎么见过 修复时的普通刷子随处可见 你好好给我笑 报仇不变 说了多少次 不是报仇的事 差不多得了 谁占谁便宜还不一定呢 秋水 你干嘛 我带围去怎么干活 秋水 你别太过分了 我没有听错吧 你占了我便利 还让我给你当庸女 你刚刚拒绝了公开向宋生道歉的方案 既然是报仇 当然得看我满意 再说了 你不是嫌我家乱吗 给你个机会 展示一下 行了 你别后悔 你别后悔 过分 别动 庸人的第一准则 就是听主人的安排 明白吗 是你不顾的 四节屁 去 把我给地扫了 中午十二点前我要吃饭 动静小点 若然 你的花瓶 可就遭殃了 你怎么死啊 我收个衣服 你干嘛紧张成这样 妈妈 阿云 你为什么你也拉住我 我恨你 没事 别在这里 危险 阳台有护栏呢 你不会是孔高吧 放心 你 我不会消化你的 六如意 你有病吧 秋水都说了 不会去参加什么扩展会 蒋成哥特意叫我来通知你 参加鉴定协会的瓷器展 怎么 秋水 你不会 连个门槛都打不到吧 手下败将的邀请 我为什么要去 你说谁是手下败将的 蒋成啊 他当年古董修复败给我 没脸到退行 怎么 现在想靠鉴定找回场子 鉴 你才是手下败将的 蒋成哥 那是因为你送赢他 他才败到 他的鬼话你也信 柳如意 长没长脑子 你 你 把他给我站起来 今天 我非要撑到他的嘴 我看谁敢 顾锦云 这么快在这儿 秋水现在是我的 再给动他 巴了你的皮 你看见柳如意走熟的样子了吗 腿都软了 哎呀 顾锦云这家伙 但对家确实牵走 站自家就太爽了 顾锦云可是十八岁时就能把整个故事上下清理一遍的恨人 柳如意识疯了点 可他不敢惹更狠的 这话说的 好像我们很好欺负一样 你看邀请韩干嘛 蒋成的家伙可是恨你入骨 你不能去这个邀请啊 张门瓷器斩 他 蒋成这是在逼我去 当年 爸妈就是察觉到张氏的一只粉彩碗不对劲 才出的意外 叔叔阿姨的车祸 难道跟蒋家有关 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当年爸妈去世以后 我一口气把张氏的东西全卖了 现在这展会却要求带正品入场 一个月 我上哪去找存量不足百件的张门瓷器啊 也不是没有 顾景云平是喜欢收藏瓷器 他手里正好有一件张家存饰精品 并遇研发盘 你说我去借 他会借吗 你刚才捉弄了他 幸好他不知道你就是奉生 不然 可能性直接负一把 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就是奉生 你发准什么样 鉴于你表现良好 我决定取消你佣人的身份 你该不会是做整我吧 嗯 我要换手 我要换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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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景云 顾景云 别太过分了 过分吗 前几天你可都是这么事啊 不行 信顾得太记仇了 讨好他还不如做个交易 顾景云 我可以让你提前三天拿到花瓶 你是不是该给我点加班费 我这个人啊 做事下来工 你说 想要什么 一个月后 把你的比率莲花盘借给我 可以吗 三天时间 可不过每个门一家天 十天 我给你十天时间 我可以可能借过 不过你提示啊 今天一定是 你提示 好 一言为定 他不会一夜没睡吧 你这是喝一碗的咖啡 别碰 别碰 杯子上沾了颜料 手碰脏了会很难洗 等会我自己收拾 你这么拼 不怕我收拾的咖啡 我虽然是蛮讨厌你的 但我知道 你是一个手信用的人 你 刚刚 就是走了 兔崽子敢离婚 你明天必须给我滚回老展来 叔爷你回来了 你 你可别跟他走见 说吧 我干嘛 忙忙忙 媳妇都跑了 那次 生生到底做错了什么 两年来 你把人晾到一边 连面都不愿见 现在还要离婚 当年你为了连一枪去我吧 还得欲而招 现在怎么样 要让宋生不是在后尘吗 无论如何 你欠了一个道歉 你这么想着 我倒是来点兴趣 小姐 走了 在医院 赵管家 您没和顾伯伯说吗 我已经不太适合来老宅了 老爷知道 他是想让少爷当面来给您道个歉 当面 顾景云在这儿 得溜 刺牌还没到手 不能让顾景云发现我就是宋生 杰叔 又想碰瓷吗 怎么 别不敢了 谁想碰瓷了 少爷您误会了 这是少爷 对 我是一时鬼迷心窍 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你帮我走吧 我说呢 这么宽的路 我又在中间转 乖伯 看着他 跑起来 走进来 好 我们快过来 算你了 今天被我养胶了 一点擦伤也弄得大惊小怪 听说你爸找你 没什么事吧 再不讲理来 那是你换 你总跟他对着干 你总跟他对着干 那是你 总共的老东西 今天把宋生叫去 为什么你没有提前阻止 我说多少次 必须断绝一切 不负梁家复婚的可能 监听器没有放进去 我哪能时时刻刻知道消息 爸 我们跟宋家到底有什么仇 为什么你要这么防备 把宋生变成孤儿的血海行丑 我不在这儿 就这么明目张胆偷懒 你在这儿 我也能明目张胆偷懒 看来顾总的洁癖也是分人的呀 点着个口红印到处跑 没看到 被一个麻烦染上的 嘴上说这麻烦 苏青一喊 你还不是去了 早听说顾总身后 总跟这个师妹 进进出出的 当初也是为了她 才反对联姻的 现在离婚了 看是好事将尽了吧 顾景云 我刚图好的这 不联姻 不是有别的 是我顾景云 不会和不喜欢人情 骗 明明说过要娶我 不好意思 苏小姐 总参不在 你不可以进 王助理 我有份紧急文件 需要顾哥哥签字 哎 顾哥哥呢 他是不是又去找 那个消化瓶的大师了 刚走个送生 又来个敲水 敢跟我讲 通通都去死 你怎么吃饭跟小孩的 嘴上没量 真像小风筑 不过小时候 我确实遇了过 吃东西很像小星球 可惜啊 但是不行 我家走 快跟老师回家 我不是 我是你爹 把人给我放下 保镖 把人给我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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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得白吃 你怎么办 眼晃晃了 宋先生 不是吧 就因为顾景云 还记得小时候的事 你又动摇了 我只是吐槽两句 一个小暖男 变成霸王龙 你还是小心点吧 结果把我龙发现你马甲掉了 忽然 两个你都不够他啃的 要不是为了磁盘 我才不盘 大小姐 陈经理 你们两个发老碗 非说要找秋水鉴定 苏小姐 秋水是我们开卖房的修复生没错 可是他不接受鉴定结果 秋水 他可是鉴定中心的官方鉴定师 不接受鉴定 莫非是特有虚拟啊 苏青 三口到腰的本事不简单 哈哈 也不过如此嘛 陈先生 你可真爱郭冠先生 以前你帮着送生奖金 你都知道了 现在在这里维护秋水 你这狗腿子当的可真更妙的哈 你这样子 我今天被得死了你 我来撤住他 这个送生怎么没见到他呀 是不是被锦云哥哥甩了之后 没脸出来见人了 他怎么认识你 他怎么认识你 之前才是联盟师说话只是真的 你脚上碰他 苏小姐说 鉴定师非得去鉴定 那我还有兽医症呢 是不是要先帮你看看 苏青 这里不是故事 没人怪着你 看你一脸回那次 到处勾搭男人 想来这里勾搭顾总是吧 谢谢修复花瓶的机会嫁进去 你做梦 以为谁都像你相恋爱脑似的 整天围着男人转 我的时间很宝贵 没事的话赶紧滚 你 你说谁没事呢 我今天带了一只康熙早熙的返行碗 需要你当重金兽一个鉴定 再学一个修复或者将近就要十几次 你吵什么天才能睡 我就要当场出穿你的真面子 像个疯狗一样 我去叫保安 啊 你别走 摔烂了我的康熙法浪碗 放槽是吧 因为是你自己摔烂的 明明就是他走 然后把我的碗带到摔倒的 你 景元哥哥马上就要到了 你们谁都别走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好看 我找大师问我了 我找大师问过了 这康熙早年的法浪碗 就是没有标志吧 我可没有说标识有问题 但是没有 有花有鸟且颜色艳丽 而康熙发廊的特点是 有花有鸟 这碗花鸟俱全 它是假的 我这个碗也建议书 这个碗就是真的 你哪 建议师的名字叫什么 何时何地给你做的建议 证书上的原物 是不是低声这只 你知道哪假货 叫敲诈勒索 是要坐牢的吗 我没有敲诈勒索 你快救救我 苏倩 你来这里做什么 云哥 他们说出我的碗 还冤了我 苏倩 你要不要脸 你没许你来找秋雪的茶 秋帅 怎么回事 苏倩拿了个假东西来乔诈勒索 还叫嚣着有你撑腰 你胡说 靳云哥哥 我只是来鉴定的 他们去处处针对我 老公 你们今日快到了 你不需要我一起去看看吗 下午为例 江经理 江经理啊 这件事情是苏信不对 我让他给你们道歉 多少钱 开个价吧 顾锦云 那傻逼吧 谁算你出钱呀 报警吧 又不是没监控 不然谁都可以不把宋氏放在眼里 靳云哥哥 你说过要帮我的 我不能被抓进去啊 秋雪 我可以马上给你磁盘 可以不报警吗 鲜鲜 既然顾总愿意一支千金 我们何不成全他 精神损失费一千万 一分都不能少 磁盘的约定不变 我可不像顾总这样不守规矩 秋雪 小哥哥 放开 小子 你给我挡它了 靳云哥哥 是不是因为我弄坏了秋水的花瓶 我爸有一个一样的 我可以 舒雪 我紧放你 再来点速度不去 别给我利用客气 姐连终了 以前我对风声的时候为什么都可以 喝了什么风声可以敲水 都不可以 是不是喜欢她了 这不是苏小姐吗 哭得真可怜 柳佳的柳如意 你别以为我爸跟你合作 我就会怕你 别激动啊 我是来求你合作的 你问柳佳男生 跟我们合作 凭什么要跟你合作 可要是我告诉你 秋水就是宋生呢 当年宋家夫妇 因为调查古董协会造假 被蒋苏柳三家一起弄死的时 你爸告诉过你们 我爸 这怎么可能 现在 有兴趣合作了吗 你确定 道歉宋怀有用 顾总 您放心了 根据数据统计 大部分女人都会想法 你来干什么 我来给你道歉的 今天我骗的苏姐 是因为我 太阳打西边出来 顾总剧员也会道歉 我不接受 赶紧滚吧 等等 我知道你受了气 除了今天收好了一千万 四排我可以进吗 进 送 直接送 希望我们的约定 可以继续 真可笑 送生两年都没等到的花 秋水反倒有 算了 自己将我东西进来吧 老婆 要不 公称我身体怎么 你没听到他说 让我自己讲 没必要和瞎眼的计较 磁盘拿到手才更重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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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董事是遇到对手了 什么 什么 敲水又是送生 老婆 现在怎么办呀 顾景云好像已经对树生动心了 你说 我要不要去接船他 不 顾景云互端的性格 现在去接船 是会帮助他们复婚 让顾景云误会脚水 最后再拆船 让他们彻底决裂 可顾景云只是把我当成他妈妈 交给他的问题啊 你根本不相信我 那就让他亲眼看到 想想他妈妈怎么死的 理用好他 让我倒上约上吧 这不是故意真吗 你 收的时候不行 对人 今天是不是差点哭了 果然 哪怕亲手碰到秋水 也不会觉得低重 喂 林医生 你之前是不是说过 只要有鬼自己接触 不讨厌的人 就是我喜欢他 可以通过恋爱 在心里支撑这个 奇怪 昨天晚上不是在工作台睡着了吗 不会是顾景云抱我回来的吧 起床了 准备四好餐 顾景云 大早上吓什么人 我吓什么 你早上叫我起床 恐怖度百分之八十 手里拿着花 恐怖度百分之一百 如果昨天晚上 是你抱我回这里的 恐怖度高达百分之一零零零零 你想多了 昨晚是你自己梦远回来的 他居然知道送花 我都觉得他是被夺舍 送花 顾景云 不会是想追你吧 不可能 他肯定是又有什么东西 想让我修 隔着忍辱负重呢 他想讨好你 那你就安心享受呗 最好 能出出气 对 我必须把我这两天 受的气给整回来 所以太疼了 我对着 没空 你喂我吃 看不出了顾景云 能躯能伸的 谁让你真喂了 谁让你真喂 洗手了么呢 你 喂医生 你是不是听到错了呀 我总会喜欢一个 把顾藏的女人 顾总愚蠢 其实在美丽呀 晚饭自己解决 我去见客户 晚上回来我有事跟你说 等我回来 既然决定对人 苏庆的事 得先解释清楚 果然撞不下去了吧 想让我再帮你修东西 门都没有 想知道你爸妈 和张门的纠葛吗 海天楼二零八号包厢 晚上七点 过时不后 苏庆 你什么时候和柳如意 搅拷在一起了 还让他骗我过来 要快 就怪你自己惹人家 进来吧 真当我傻呢 知道里面有鬼还进去 他最讨厌的骗人家 你调查我 我为什么要怕你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博士送谁 你无耻 说到无耻谁比得上你的 这两年来 你一直当小三以故夫人辞聚 才买到牛妈的陷害我 到底是谁更无权 你才是破坏我跟姐姐 跟他小三 要不是你 他早就娶我了 那你现在让他娶你呢 怕是他根本就不想迷你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你送手 知道了 把你往前路 那车会一起走 让我给你带句话 说说 车快要炸了 妈妈我爱你 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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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水 陀佑 为什么不拉住我 好痛 阿源 你为什么没有拉住我 我恨你 陀佑 我没有推他 陀佑 好痛 不可以让他 追 她要不是送去医院吧 OK 不用了 告訴顧婧婧 我不想再看到她 婧婧 婧婧怎麼樣 老實 我媽死前那句話 是你告訴婧婧嗎 什麼話 不是說婧婧摔傷了嗎 我答應我媽要光曉誰子 也非常感激你們給我媽實現了畫面的夢想 可是你們真的不會對秋水下手 從今天開始 故事對蘇家的所有特訣都會去想 是 警員哥只被迷惑了一小伙兒 他的心理問題已經好了嗎 沒事 目的已經達成了 松生不會再理他了 可是警員哥哥也不會再理我了 你就只是把我當成一個李先生他們的棋子的 沒用的東西 大事辦成 故事不是輕鬆到手 顧景雲到手 看你的眼色 我不會再想起任何人 顧太太必須是我的 之前好短的情況 惡化 被你開電腰 哼 這欣俗的 他肯定是故意的 這個書想不留情 給我查 我要學個個秋水 顧總 秋水小姐史文受了傷 她還說 不想再獻到你 讓開 顧景雲 你還有臉來 你知不知道手對修復師來說有多重要 昨天老闆是用生病採救我讓開 我自己解釋 不用解釋了 顧景雲已經之前修好了 她不想見你 她不想見你 老闆 你只要火上就有 李老太的宴會明天上有個秋水 我們下次再想見你 放手 秋水 你這麼不想見我嗎 李柔呢 李柔呢娘們兒 老子看上她是她的福分 竟然呢拒絕我 前生 明天酒店宴會上 您又是蝦耀發的孫若磅 哎 好主意 那耀呢 好 哈哈 放手 放手 你就等著被這個豬頭睡了 哈哈 你奶奶生日快樂 謝謝 你奶奶看這邊 好了 好了 謝謝 謝謝 姐姐 吃吃快樂 行了 知道你今天要來 柔兒 把化石的房產證拿給顧總 你爸早就把化石给你买回来了 我一老卖老的劝你两句 有些事情啊 不要用情绪蒙低了眼睛 要静心看 用心看 明白吗 好 谢谢你 谢谢 去谁呢 你在这儿他当然不会来 我自己去找 咦 他去哪儿 还能去哪儿 小生生呗 狗屁高腰 哎 生生呗 刚才不是你在休息室喝酒吗 哦 要去厕所了 嗯 奇怪 不要回来啊 糟了 休息室的觉有问题 你小子 你小子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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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命啊 救命啊 我吃你 你真的懒 你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好呀 幸福 啊 啊 啊 修水 你自己自己在做 好呀 告诉我我是谁 我 我和顾锦鱼睡了 怎么偏偏在这种时候 放开我 放开我 别动 昨晚已经发生关系了 不能好准备 睡一点而已 都成年人了 就当是被狗咬了 秋水 你待会放得开啊 你该不会忘了 自己做 昨晚哪个情况 是个男人都行 不过早上看他试你试 你觉得挺贵气的 你是谁贵气 告诉我 我可不是谁的王 真以为自己有多金贵呢 我还得跪下来谢恩吗 我宁愿昨晚是个鸭子 也不想是你 你再说一遍 疯了 老板 下午的人抓到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 没事 信钱的 为什么下药 秋水是我连累你了 强东市长下药报复我 是下 酒应该也有问题 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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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敢跟你抢女人呢 我只是想给刘云一点教训啊 说 谁给你出的主意 我手下那个狗腿子 他叫刘兴 不管是谁给你出的主意 都是在犯罪 小荣 他交给你处理 再走 走 走 我刚才查过了 是一个女人换了你的准备 女人 还想误我清白 顾锦云 这次 别想包庇她 如果真的是她 你放心 我肯定给你个交代 竟然你擅自行动啊 顾锦云有洁癖 他不会要一个被玷污的女人的 顾锦云要是找上门来 准备送你出去 快打了 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保护工夫 你教啊 你的心里只有股膀 不过如果让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你 用来挑拨故事集团的骗局 你以为你能得到故事吗 别 妈 你真像苏强说的 是被迫嫁给老头子的吗 锦云 是你嫁过来的 丽云 好久不见 少爷回来了 老爷出门房子 我给他打电话 不要 帮我家 我来找你的 找我 我刚才去画室交了另一名 这是她给我的 张力啊 她曾经是老夫人的助理 养人曾经感情很甚 她告诉我 她告诉我 马哈石上有救 叫到顾家前另一名 这是不是真的 上对这个事 少爷何须掏根问教 老爷不是强客人的信 有些话老爷一直不让我说 是为了不想打破 您对老夫人的思念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查清楚 少爷 老爸 你怎么能翻一口 奇怪 还有一件衬衬去哪 老婆 你就让我替你找吧 怎么找 你们一家出车货 我在国外 资料找起来 有点费劲 您帮大忙了 原本苏庆的话只是让我怀疑 有了这份资料 我可以端定苏强 就在现场 盛盛啊 伯伯知道你受了委屈 靖云性格不稳定 是因为她母亲的死 给她心理造成了问题 顾伯伯 这份资料 我可以拿任何东西来换 但唯独复婚这件事情 我不能答应你 靖云正顾 她母亲死前逼着她 护着苏家 她忍耐了十几年 我知道她有道可过不去 又不能美丽 抱歉顾伯伯 顾锦云仲诺是她的事 我不想要一个对别的女人负责任的丈夫 你能不能再帮我 我抱个妈儿 再拒绝她一次 我不想要我儿子 和我一样 走以前的老人 嗯 嗯 修水 我来个新东西的 东西给她 不想要我儿子 你不想要你 我 不想要我 我孤独你的资料很有用 你真打算去三家找回来 根据当年查到的资料 爸妈当年应该是查到了张门子系高昌塑甲 竟然查到了古董协会 这才人们的上身之祸 找苏柳三家最有三名 他们当年都是通过出古董的大情 蒋柳两家还好说 苏家和他们一直毫无关系 必定是有人牵藏发现 你是说 还有一个隐藏在三家吃坏的人 蒋成敢派柳如意如此挑衅我 必定是准备来找鸿门宴 喂大明星 不仅是姐姐 你当初气得我把国内的房子都卖了 你必须管我吃住 林宇 讲点道理 谁那么幼稚啊 吵架还会绝交 我不管 工作室的所没变吧 活有要吃 自己去 喂 喂 要不要吃了 林宇啊 他对你啊 可真是念念不忘了 必须伤 季云知道了 太床的一定很好看 瞎说什么呢 谁放开我 秋水 是我 都几点了 宝贝 你怎么这么晚走 我 我 秋水 这个野男人是谁 你才是野男人 鬼鬼祟祟的 跟着我宝贝干嘛 宝贝 对了 直接找林云演戏不就好了 肯定能摆脱顾锦鱼 她才不是什么野男人呢 她是我那个又恨又爱的 张楠杰 我 对 我就是潜伯 宝贝 之前是我不懂得珍惜的 现在我回来了 有的人啊 还是识相的 行 你给我等他 喂 用完就扔掉 不好吧 哎 哎 哎 顾姐 明真不知道你是谁 知道 行了 我守你房费了 赶紧进来吧 哎 我可是国际超谋 看着就算了 哼 故事 给我查一下这个人 名字叫林宇 英语 英语 如果真是善的话 你怎么不用查 什么意思啊 他很有名吗 他现在是致收活的超谋质疑 但又非直逼七位数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他是咱们公司的 系列代 什么 花七位数 请吃花蝴蝶 老板 这是您自己同意的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把拍摄给我提前 我不希望 他来出现秋水家 是 郭总 管你是不是不强 秋水现在是我的 有什么 师傅 我是来替亲戚求个情的 苏庆下药属于刑事案件 您求我 没有用 我知道 他做错了事情 是该受到惩罚 可是 亲戚 亲戚 病了 病了 师傅 您还真是杀费苦心的 我知道 我会送他去精神病院治疗的 还有 秋水小姐那边 我也会 行了 不要去打秋水 既然病了 以后就别再出了 臭丫头 你敢流云的是危险 那你就一辈子当个精神病吧 来 可以啊 小语 出国几年从厨房烧烧进化成功吗 快尝尝 怎么样 什么鬼啊 你怎么在三明这里放辣椒酱 对啊 国外的东西都淡出鸟来了 这是你的自制版本 你这 三明这里怎么能放 喂 什么 工作必须两天内完成 不然算无违约 郭景云你什么意思 什么情况 我们公司跟林雨有个多么细的工作 国内国外有个多么 对 公司不定在这儿 我定不定了 少装傻 你敢说不是你故意把林雨的拍摄时间提前 害得她不仅要赶工 她得立刻出国接下一个行程 赶紧把林雨的时间调回来 少刁难人 没错 我就是故意刁难人 一个抛弃女孩就活在扎来前方 值得你这么呼吁吗 再差能扎得过你 结婚两年 连自己钱积上什么样都不知道 我这叫有原则 没有感情的婚姻 就不该开始 有本事你别答应啊 口口声声声送声是为了你 你不也是为了故事 双标狗 她是不是帮我出狗 是的 郭总 夫人说你 春水 秋水 为什么会掉下孙子冰的车祸 爸 妈 我终于查到你们出货的线索 爸 妈 顾锦银 秋水 我解释一下吧 不对呀 磁盘已经到手了 我干嘛不敢承认 正好一次性说清楚 让顾锦银死心 没错 我就是宋伯父宋伯母 最特爱的干你 林语 你在说什么 长门展览会 用的是故事的艺术馆 对 我和宋生 琴同姐妹 她爸妈就是我爸妈 爸妈 你们可千万别生气 有气也需要找顾锦银 你给我放回她 秋水 给我过来 你让我过来我就过来 手机还我 姓顾的 你少给我动手动脚 够了 你们两个有病啊 把我当布娃娃来回扯 特别是你顾锦银 懂不懂得什么叫尊重人 我是看你调查送在车户 我很担心你 有的人啊 就是表面上担心 背后呀 就是个变态跟踪狂 秋水 你千万得小心 你也就会嘴巴公主 你知不知道 宋生已经是我的人 你的人 他罪你做了什么 顾锦银 你就是个不懂得尊重人的混蛋 要不是看在顾伯伯的面子上 我早揍你了 老头子 让你做什么 堂堂顾是总裁 整天只知道做错事 让爸爸给你擦屁股 丢不丢人 你把话说清楚 少爷你今天没上班 二叔 老爷在家吗 老爷在书房 少爷 老爷他刚体检过不能动气 少爷 少爷 就您回来了 在家吃饭 秋水和宋生 你是不是带着找我来 那宋生总会是市区 你可以和我置气 我总要比人家长 那秋水呢 你明知道我喜欢他 是不是用钱来卖他哄我 不 和秋水也只是恰好认识 怕你们起冲突 说了一点好话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你不是找不明人 以前是我妈 现在是我 老爷 老爷你没事 少爷 老爷这么做 也是对你担心 以后我要再背着我干什么 好好休息 我关一道 性讲的来者不善 你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昨天为了欺负几人说太过了 他不会和姑姑们吵架 你想谁闹 十九没见 宋师这票往里 我听说宋大少姐为了 当门此盘 居然去求男人 手下败将 蒋臣 你除了会耍耍嘴皮子还会什么 当初跟着我考修复师 到现在还只能再出几回 现在不一样了 宋生 你只不过侥幸赢了我 有什么可谎 我现在可是张门传人 古董协会副会长张明明的关门弟子 张明明 他不是不守旁信弟子吗 那当然是因为我的天赋极高 老是破格的权 我打听过了 张明明说讲成的弟子的时候 正好是叔叔阿姨称呼之后 果然 爸妈的死和张门脱不了干系 现在知道话了 完了 这次的咱俩 我一定会打败 把秋水的天才名号狠狠地踩在脚下 比赛还没开始呢 这次开始做梦呢 错了 不和你这种没梦没太的人见识 入闯卷可以陪我吧 我听说你为了这个东西 陪了顾锦云半个月 其实你干嘛陪陪我 万一我心情好了 可以送你 你怎么说话呢 既然知道顾锦云喜欢我 你不怕得罪你的大金主 有靠山就是好啊 不过你太好期待了 是他 这叫靠山 可别那么容易他掉 是他们 真的是他们 什么呀 吃鱼菜 咱们喝这么多 咱们 谁呀 放开我 你好好看我 不认识我吗 不愿认识 放开 我打电话 我现在来接你 那好吗 不要太紧 那你又等谁 对不起 回家 跟我走 走 天哪 我不管我 去哪里 连躺 秀水 清醒 你说清楚 怎么说 怪不得 我在宋师从来没见过宋师 陈学生一个残屎经理 谁还这么听你的 我和宋师芳芳 就是 你 我和公公团团团团团团 为什么不忘记 你不是说过 要娶我了 你哪是 怎么回来的 幸好没干嘛 为什么一个人去喝酒啊 昨天碰到了蒋晨 说了些不高兴的事 是跟宋叔叔一关吗 你放心 我会帮你查的 宋叔叔 查什么 宋叔叔和宋阿姨的死因啊 他们收养了你 我很感激的 收养 顾锦鱼 你没发烧吧 对不起啊 你没答应你 让你做新娘 是不是想要把你一个人 就在那边 你是在喂猪吗 就是 我只是小姨子 你小时候事实约了美作 那你没必要这么夸张吧 不夸张 小时候 因为你不去世 我忘记了和你的约定 必须找他 但你没有很久 我知道 幸亏是宋叔他们收养了你 不然你一个小女孩 万一遇到人犯了 不过你放心 就从这份案件 我一定会帮你做个小货 你才没人管 我只是因为爸妈太忙 赌气离家出走的两次好吧 你干嘛对我这么好 你昨晚喝醉还在怪我 说我们结婚了 都不关心你 我说你放心 只要是你 我家家的婚礼会 我们那天回去 没喝到故事长假吧 没怎么长 不过我也理解 你实际是气不过 那就好 老夫总既然是一场外操心 但也不是强困人的性格 故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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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不好了 有狗仔拍到你从酒吧 扶着邱氏小姐出来的照片 现在好多网友都猜测 你对苏小姐使难中气 为了先换BGY进的精神冰院 继续推热路 这几年不仅于没少带的亲戚出演 很多人会以为她是未来的姑夫人 继续把我的亲戚上都给你 哎呦 还是你很啊 来 你就不怕 苏庆把下药的事说出来 还总废 你的最大的价值 就是高臭骨骑肯定义生 哎 下药啊 事关赵家庭的生命 事情会到最坏的 何熟悉 哈哈哈哈 真不愧是 能够把顾家玩的团团转的人啊 现在 关键的 是必须生疏 最好 让顾景云重念归户吧 到时候 两个人的桃色绯闻满天飞 放心 这一定摁死顾家 哦 还有宋姐 我 大头说到 哎 各位 请让让 今天没接受采访 请让一下让一下 顾总 听问您前天深夜闲门入酒店 难道就身边这个小姐吗 顾总 顾小姐进精神病院跟你有关系吗 这位小姐 你小三上位 对苏小姐就没有一点愧疚吗 回 故事主裁打人啊 我要报警 怎么回事 顾总裁是本次招门奖的特别战术生 秋水大师是我会一起来介绍习气的 各位记者朋友们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秋水 难道她就是进来来江湖上传闻的天才顾总修复师吗 这个粉楼女友她是顾总大师 那咱们这次挖的大新闻了 母佛丽 对不起 放心 周记者是 我听说你之前好几次诽谤故事单元 如果他们联合起诉一道话 二位记者误会解除了 请吧 什么 有问题吗 看不出 只是直接上有点不对 我爸妈当年查到的也是只类似的文 我之前问问你是怎么被送出无数 秋水 看了这么久也该比比 秋水 看了这么久也该比比了吧 我这徒弟以前输给过秋水 不然不服气 先丑了各位 哎 年轻即盛嘛 只是没想到这传说中的秋水大师 居然这么年轻 古董这行拼的是眼泪和技术 你想怎么比 这里有二十间古董 分别是瓷器 古玉 钱币 字画 青铜 等等类别 真假皆有 上面各自都有编号 计时二十分钟 可以用纸笔写下 只确率高的 获胜 这些东西 都是你们准备的 别人怎么会知道 你们有没有提前作弊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啊 这些东西 是刚刚靠人文是自己凑的 我可没看过 顾总放心 我们也是来了后 才进入这晚访 大家都没出过气 秋水 你不会怕的吧 怕谁都不会怕你这个手下败掉 张副会长 书姨总得有个彩头吧 那你想要什么彩头 这里任意详细 我对这些张男子气没兴趣 如果我赢了 回答我一个问题 如何 这 行 我替我师父搭理了 不过 要是我赢了 你就得出去 当着所有记者们让 给我鞠躬认飞 没问题 不过三十分钟太长了 十五分钟怎么样 十五分钟 你看得清东西吗你 蒋晨这么费尽心思的和我比 不会是怕了 行 十五分钟就十五分钟 没事 成儿 你可不能说啊 别怕 没有人给你道歉 相信我 这三年 比我在北市见过的人 鉴定大师也不差 他是最棒的人 谁知道是不是庄典 谁知道是不是庄典 我们答案一致了 秋水 你这不就是输得很彻底吗 他们商量好的 不公平 我带你走 看来外地的传言并不假呀 顾总确实找到了新官 有故事撑腰的话 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吧 急什么 谁说我说了 秋水 那二十件古董 是我亲自登记的 真假 也是在场诸位去机构建立过的 你不会认为 你自己的肉眼比机构还厉害 真是可笑 请问 这碗是谁的 我的 这只碗是我从苏医市拍卖会上买回来的 不可能是假的 秋水 别吹死挣扎了 要么 你照着顾景明出去 要么 就给我当面道歉 你确定这只碗拍回来后 没离开我保险库 那倒没有 前几个月 我朋友去家里玩 拿出来看我 不介意你查查你那位朋友 冰月文以猎片层谍 有立体感文明 这只花文不对 可以送去再检测 胡闹 你有什么证据 我说了 可以送去机构再检测 不然就得摔碎他 不能摔 这只碗 我花了一千多碗 一千碗 今说秋水大师 两年没解答 你摔碎了 恐怕你赔不起啊 秋水 随意摔碎别人贵手有些命 赔不起的话 你是要吃牢饭 谁说我赔不起 这类是两千万 你吃牢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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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人现在的东西 还不快走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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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告诉你都会输 师傅 恰恰是答案告达了才会输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宋生没说过 我现在宋生拍卖行卖假货的事 在当中吧 秋水的牌子不倒 想用舆论打倒宋家 太难 原本的计划 就是把顾锦鱼的身份搞黑 把秋水的实力 把它黑成靠着男人上背 最后 苏家人 以受害人的身份 夺取同情 收卖假的账门瓷器 获得的资金 足够我们 吞并整个顾锦和宋家 现在全毁了 既然从外面突破不了 那就让我们自己先逗 所以上面的资料 比较长 还是从北极城王过来 看来董事长在 必须没才觉得这个东西 我也去北极城 我都是东西 用舆论去死吧 滚开 别让你帮我打了 没事的 一定会没事 有人找到我 有人拍到铃鱼进出工作室照片 他还给我借链 能不能直转 伤他的人 是铃鱼的粉丝 对 在前面就全照了 就是铃鱼的粉丝 接受不了他女朋友 医生 他怎么样了 希望没有刺客到东西 伤口已经封好了 住院观察体验就没事了 谢谢 没事了 没事了 没事 不急你帮我打了 快点 怪我 是我第一时间 吃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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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不太是 啊 你的意思是 有人在故意知道回来 蒋晨 他刚输给了你 肯定是他 喂 顾伯伯 锦云受伤了 你让他一个人想我 你先拿一下我去拿个勺子 不至于让你这个冰号自己吃饭 我要吃这个 好 祖宗 怎么就碰着我拿刀的 伤口要不要紧 人抓到了 人抓到了吗 爸 利益 你们从来了 是我把老顾总叫来的 秋水啊 想知道你妈以前的旧事 不仅 不仅 也许 你应该重新认识一下顾伯伯伯 我和阿宁是大学同学 一直知道他喜欢苏强 可苏强的信一直在绘画上 根本没有时间和谁交往 直到后来 我知道他要联谊 他以为 他已经放弃了 没有希望的爱 结婚情人 我永远只向你 我问他 是不是自愿呢 他点头 他说 想被法兰西大学 捐赠了艺术画 你没有他结婚后 不能作为一个画家的意愿 艺术画是苏小年的 难怪 他没有什么名气 你竟然可以拿到法兰西医厨大学的硕士利识图 他应该使当事人和苏强迏向往 为了他的前途 才答应你的力 靠女圆的软反难 还想把错施所爱 关系到姑婆和身上 用姑公母 控制库锦鱼 我从来就没有把苏强放在原里 他现在的东西 我就不会让他好过 老姑祖出仇后 苏家艺术馆因为税收的问题 已经没关停了 林先生公开公开后再 邱志小姐 小他两个说完的事情 已经被澄清 现在只剩下 我只剩下你是夫妻汉的事 听说故事关国县 你被骂了上万条比较 我被骂 你好像很高兴 萨达 我也被骂了上尖条的小三好不好 朱莲 准备今晚放会 不用 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说再多都没有 有人能收拾他 听说 性命上最近都在报道 林丹馨不仅因为喜欢上了宋生 居然批几女儿去下药 害怕事情犯了之后 又把自己女儿关心 精神秘移用起来 宋生为了报复我 居然利用苏亲 你可真是养了个好女儿 为了自由 不惜报复自己的老爸 俗信不会那么乖乖听她 联系蒋成 让田夫人带着那批有问题的文物 去排卖行 好 亮姐叔呢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去做了 拿去 以后别来惹我 也别再靠近顾锦 你以为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顾锦现在还不知道你身份吧 你想干什么 喂 声声你快回来吧 派卖行出事了 我也是信任宋氏派卖行 才来派卖 可他们呢 竟然卖给我一堆假货 偷偷偷宋氏居然卖假货 前夫人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发现是假货的 你刚预期那会儿 赵大师收了一批货 刚来出去就说是假货 跟你之前一批狗马的情况好像 可能不能出自从一步的事 要不是我心细送进来 这五百万 那大水飘了 今天送室 必须给我个说话 你想要什么时候 郭总 下个时候有会议 需要您亲自出门 他们公司特别难搞 用心 你来干什么 纪云哥哥 送室拍卖行 卖假货 还被直播到网上了 秋水也在现场 你说什么 那简单 要么 你对着直播 承认你股东是造假 赔我五千万 当补偿 要么 你们 等着坐牢吧 天大气客 卖点货 又打理 前夫人 货都没看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你手里拿的 是不是我们宋氏的 你们看啊 小鸭走骗子 才被尊成两句大事 哦哟哟 就不得了了 咱说到前边 这个货 要是你们的 你 必须跪下给我道歉 好 就是 我告诉你 你别瞎掰 货不是你们的 我可是有鉴定书的 这确实不是我们的货 但是我可以花五百万买下来 你以为我好糊弄 不是你的货 你干嘛都买下来呀 因为我得用药水洗了这种用 才能证明你这些垃圾都是房品 我看你是有货 想先保住名声吧 我可是有鉴定书的 你休想吗 前夫人 这批货到你手里才两天 能有这么快出现房品 说吧 是谁指使你诬蔑我们宋氏的 什么宋氏 你这宋氏 陈总历历 这么大一堆瓷器 你这小小的鉴定义师能多主吗 不用带节奏了 我就是宋生 宋氏的一切 我就是宋生 宋氏的一切 都有我做主 传说中的胡董大师秋水 居然是宋家大小姐 这下找到大新闻了 靳云哥哥 你看 骗你个不知无理 宋生他早就 闭嘴 苏杰 我警告 把你记得收下 前夫人看起来很心虚 好像很怕我的钥匙 我信心什么 我还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宋生 你尽管用 李会长我帮你请来了 武动协会的李会长 你怎么到云城啊 宋丫头啊 我跟你爸是舅舅 但是在造假的事情上 我可不会马虎 李会长 宋氏只需要一份公道 不行 这货 我不要赔了 快 别赔了 你别乱 我信心 不要赔了 现在赔不赔 可不是你说了算 果然又是这种造假的东西 如果不去掉这表面的诱的话 还真能一假乱真 这怎么跟最近北市上流行的那个一模一样啊 我是从宋市买的 造假的可能是他们 前夫人 我的药水可只对做旧的特殊燃料有用 对正品可是完全无害 那不可能 为了安全我们宋市所有的瓷器都会浸泡药水 你桌子上这些有没有泡过 用仪器能测得清清楚楚 你胡说 你是想炸我 不可能 把钱夫人送出去 孙生 警察马上到了 不行拍照 不行拍照 秋水 没想到你就是宋大小姐 装的够深了呀 果是谁和你无关 你有伤 有什么事情你去医院 作声 顾锦鱼 顾锦鱼 把门给我开开 你要干嘛 宋大小姐 骗我是不是很好玩 顾锦鱼 你听我解释 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 我不想再听你瞎扁 你看我对你死心塌地 是不是很得意啊 宋生 我真想弄死你 顾锦鱼 你总是这样一生气就听不进任何话 我为什么要听个骗子的话 我一想到你是一个蛮口谎话的女人 我就觉得恶心 我恶心 那你把手剁了呀 用消毒水再洗个八百杯就干净了 你以为是我想跟你在一起吗 是你先招惹的我 你早上去送身了 我绝对不会纠缠你 更不会喜欢你 我理解你生气 我可以道歉 但我们好不容易有今天 你先冷静一下 你们再吵架 顾锦鱼 你够了 没什么解释的 你之前跟老爷子说喜欢我才联姨 现在呢 好处拿到了是吧 林宇回来又同意了一会 你们俩 是不是早就顾锦鱼在一起了 谷锦鱼 滚 顾锦鱼 你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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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圣 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要不吃两口吧 哎呀 不就是被发现了吗 你现在又没什么求她的 干嘛闷闷不乐呢 哎 圣圣 你不会还喜欢她吧 圣圣 你没开玩笑吧 我一直都喜欢她 只是因为过去的伤害不想承认 可是 陆锦云最讨厌别人骗她了 喜欢又不一定要在一起 对 你们不合适啊 哎 圣圣 圣圣 别是未言诱犯了 咱们去医院吧 没事儿 喂 王株林 什么 顾级云发烧晕倒了 啊 医生 医生 她情况怎么样了 伤口淋雨感染引起的发伤 不过打完点滴后应该会对伤 她怎么会淋雨呢 是顾总自己过来的 好像心情不太好 头疼是因为发伤引起的 不过病人晕倒可能是因为心虚过大 她长期有过幻听失眠的症状 我建议你们随时随时关注她的心理状况 你说什么 王株林 怎么是你啊 喝吧 回答我的问题 站住 喝完我就告诉你 赶紧的 吃 你要是不想回答 就离开这里 这里不欢迎你 我知道这里不欢迎我 但你是因为我受的伤 在你伤好前 我必须照顾你 是为了救护这个人家 不管你宋大小姐 这件事情是我不对 但是 陈小姐给你送了些日常用品 你可真早上住这 什么情况 她还在生气啊 我就照顾她两天 图个心安 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谁叫她连自己老婆都不认识 别说了 怎么了 好像有点反胃 一起去医院看看吧 顾景云病还没好 我 孙川 是病了 你好好的 等一下 你跟秋水说 宋生是不是也要做 他们不是疑问人 事到如今秋水 你还是实话说吧 什么实话 哎呀我知道 你担心宋生情况被发现 可是他们已经听见了 顾总 秋水不好说 我来解释吧 你说 真的宋生生病了 根本没法出来见人 昨天记者咄咄逼人 宋氏大受危险 秋水也是为了稳定公司 才硬着头皮去顶体的 不信了 就看多了 我不认识 宋氏集团 应该认识性质对你 你们这样冒陌一点点心 就没有人怀疑你了 公司只有一些 老员工见过宋生 而且事后宋生也打视频电话 安抚过了 总之 直到宋生完全好起来之前 秋水都得一直顶替他的 样子行动啊 老板 网上有人爆料说 在北市医院见到 真正是一个大小姐 还说秋水小姐 顾总 今天下午有个会议 需要你抢一抢 太离谱了 叫凭顾景听乍的一句话 你居然变得这么大的谎 哎呀 谁叫他老我跟林雨打电话说的话 听听对你说的 我还是有点故意不去 我还是有点故意不去 这不是又骗了他一次 医生说了 他养伤期间得保持心情通常 你不是想照顾他吗 就当做善意的谎言了 轩轩 他生气我可以跟他道歉 但是我不能欺骗他的感情 张太过分了 前总在警局被说是偷犯了不懂 他是无辜的 理会长中查了那生近十年的协助账目 发现了不少被偷犯换送的库存 这才游流暂停了张明明的职务 双双情况并不乐观 照片上的人叫丹尼尔 林雨花了不少功夫才确认 他曾经历史张明明他们的客户 丹尼尔 呀 你手被拖到了 你没事吧 我去找一部箱 我去 好了 我呢 不想去推幅 以后你不用做这些的 医生说你需要补充维生素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你现在不走 我往都说你是假送的 轩轩会帮我处理的 你现在的任务是照顾好你 谁让你照顾 我还在说你信瞒我 对不起 算了啊 这次情况呢确实紧急 我们也算是吃了消息 但是以后啊 你不许再瞒我 我也不会 在气厨上不听解释 好吗 好 我以后不会再瞒着你的 是 你这是废话 没资格我下去 爸 我不想拿过分 我帮你扳倒的 我手里有顾紧的清理照片 我拿给你 我不想让他好过分 爸 我 你 哎 他给我说话 出事了 现在我们全都传您 新苏庆的照片 还说您在搞婚外情 郭总 外边全在传你和苏庆的婚外情 说你喜欢上秋水后 又把苏庆逼进了精神病医院 你看现在股票跌成什么样子了 郭总 按理说我们不该管你的私生活 可你这做事也太不靠谱了 你们是在质问我 无论如何 你总得给董事会一个交代吧 你这边是错位 邱小姐 最好不要说话了 够了 看来以前对你们太好了 竟敢当众我的面 质问我的人 以前是以前 股票再这么跌下去 我们以后就玩玩了 你说我假冒送生 你有证据吗 网上都传遍了 周小姐 出门还是小心点吧 小三可是人人喊打 你好像那网上的谣言深信不一样 你就不怕我真实送生 告你们诽谤吗 宋氏集团已经起诉了造业的王爷 现在娱乐风向也是完全成功 不可能 他这是虚张声势 是 那已经造成了损失了 谁来护照 舆论发酱 不过24个小时 我会找个小时 你只是在计讳 计讳我 把你儿子仓库的事情拉起来 正好这次 把你罗云公款的事情一起追 让你们俩在牢里 好好同居 顾景游 罗云公款是苏强帮你们的 什么时候我接受 是老夫人想帮苏强图木苏氏 生买的我 哈哈哈 我就说这个宋生动的刘 现在李会长 都怀疑到我头上来了 我姓苏的 钱总是我的客人 你他妈想故意害死我是不是 现在还有心情发照片打压故事 我看你他妈跟我们不是一条心的 钱总有把柄 不费供出我们的苏信方式 找本来趴火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别生气吧 听说 你们最近少有几年 我在拉两个大客户的人 你有事可以先去看待吧 不行 我得照顾你 医生说了 你的按时休息 这个药水是宋生研发的 还是你研发的 药水是我的 宋生它不会鼓动修复 840随便都不得 放上银发 修复你的龙手 宋生把毛刷落在别墅沙发上 难道 他也会修复 你把真品 用药水壶 不发出意外呢 宋小姐太信任你了 就想信任自己 就想信任自己 就谁 你要是有什么话说 好 我现在有时间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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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丹尼尔 丹尼尔来了 真的 太好了 你一定得借机打探消息 知道 他好像很了解自己 刚刚一进来 就说我手里的东西有问题 消息没错 先稳住 让他无意中透露 再叫顾静云帮你 不能拿起一心 行 那我们回来洗手 他在秋水 是我们云城 很有名的故隆大师 很有名的故隆大师 不错 帮我云城 我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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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里的事啊 只有国务管才有 你确定没被骗吗 嗯 没骗 这是在犯罪 你放心 但你这个人 也要看见你 他完全可以说 不知道国务事件 或者先生的问题 不过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 运出张银子 只要能找到张银 他们把古董运出去的证据 我就有办法 避受爸妈死的真相 我知道你情况好 不过现在收起已经回到西亚 他们两家的经济已经受到严格影响 我怕他们都去交响 那正好 正常找不到证据 都到家门口了也不进去说话 什么怪癖 你看 干嘛 想打架 就不天气的味道 师傅 怎么样 这管道确实有点耸动 何愧你们发现几次 真的一个问题 我才离开业营姐 他们是怎么做的 会不会是有名义 只有他来回这里 不管他们怎么做到的 张明和江流苏三家 都必须尽快解决掉 你担心三家先生 我们只是想和你做个交易 我们只需要你购买西盘的交易纪录 利润保证您可以 嗯 他把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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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把你做的 谢谢 如果真是能为 杰瑞斯 他确实确认 那怎么办 时间长的话 太危险了 没办法 百分之五人力 丹尼尔 只好麻烦你 留意 你是说真的 那个法兰科贵族丹尼啊 他一次要买我们十件仓品 真的吗 对 不过都是要协会刚从海外开回来一批 怕什么 我亲自带人去换 张哥忘了 这件风势很紧 他还是不要紧了 还想不想丹尼千金大小姐 要是再这么跟我畏畏缩缩缩的 就跟我回去街头当乞丐 柳小姐的胆子可不小 都敢在宋盛的厨房里做事 还在码头仓库里 放过是小生亚 张明只想利用你们杀人 来保全自己 谁不是你 你们自己想清楚 郭总 张明先生很守人 头头先好好保身行动 小晨他们上钩了 太好了 可以将他们现场抓获了 看着我干什么 想我喂你 郭总 小晨 宋大小姐 是不是没想说 所有在离开的时候 把长颐的工具 带走连树 可是当你要回来的时候 你跟我说 宋生他不回事 宋生 宋生他确实不会修复 是吗 那为什么这个双二姐 会落在别墅的沙发 怎么办怎么办 但你俩的事正进行到关键时刻 千万不能让顾锦莹知道 怎么不说话 身边家好怎么编了 我不知道 兴许是他们来了兴趣 想玩一下 不知道 我现在很好奇 你现在打电话给他 给我问一下 他现在在医院呢 不方便接电话 秋水 你把我当傻子 顾锦莹 对不起 那 秋水 可能是饮食不规律引起了胃炎 要的话 我建议去医院照顾未经之后再开 这样子是听我的 今天必须得去医院 知道了 我让朱里开车 我们一起去 不想 你不能去 我让朱里开车 我为什么不进去 哦 对 你不是和丹尼尔还有事情要忙吗 我和萱萱去就行 我和丹尼尔的事 喂 什么 我马上回来 怎么了 丹尼尔骗脚人交易室 给自己加信 一口气要实践活 实践 那自信得过亿了吧 蒋尘他们 不怀疑的吗 给他们两条事业 危险才会挺然的 你去医院好好试检查 出事结果通知我 什么情况啊 看你眼神一阵后怕的 刚才最近差点就发现 我是搜身了 什么 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 怎么来批的 没有盖章 上面只有个鬼换夫签名 顾景雲不见的不信 哎呀 敷衍两天 等讲成让你进去了再说 等这件事情结束 我要和顾景雲道歉 要骂要报复 我都受着 送生是吧 医生叫你进去一趟 怀孕两个多月 能不能做个孕奖啊 孕妇有点疲劳过度 怀孕 自己不是送生也那么多了 时间不太对 至少 等我先道歉完了 陈经理 秋水小姐 你们怎么不进去啊 蒋成和柳翼上钩了 好吧 看来他们是真没钱了 上次秋水小姐拆穿造假的时评货 年代这宋氏药水 也开始肥用了表明叶军家 蒋柳了家 恨不恨 乖乖 这蒋家和柳家 不仅换协会的货 连普通客人的货也坑啊 现在 最让蒋人头疼一笔丸子 就是 他偷换了一个八十岁老太太的 唐才子的官养才 八十岁老太也看过我的视频 他孙子就在我公司上班 我让王周脸 把视频转发到公司去 让大家提高安全意识 进购 蒋哥哥 那死老太婆又来了 妈的 那死老太婆八十多岁 保安都不敢奉 整天就转上那臭鸡蛋 要不 咱把东西还给他 你脑子没坏吧 现在还起不就不打自招了 但是 我都跟人家担讲说好嘛 把那个瓶子当作奏品 什么 实践真品的价格得上千万美金了 他出的信那么多钱吗 开玩笑 丹尼尔可是人家法兰克贵族出身的 做完这一段 我相信啊 咱们蒋留两家的关系 能更近 还得是蒋哥哥 还得是蒋哥哥 那我天天看女的喽 必须的 你介绍的那个丹尼尔 这到底靠不靠不靠 可不能把我的五十万打水漂了 放心 我介绍人 此处过事 主要是那个前夫人他搬太久了 我怕他扛不住我 这拨钱捞到手 我必须得去海外先比一滴了 害怕张会长被查到你头上 上亿价值的馆藏古董 就这样被你们张门 一代又一代的换了 你又是什么好东西 抢不过孤芬 又优导他的女人 塞他儿子眼前 就是那个顾姐云 就算他有精神病 也比你抢太多了 你拿你来的抢 当然是我合作愉快的顾客 你最好不要乱 我怕是斗你的顾客 但是忍死了 什么都不重要 你说是不是 是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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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我看了电视 结婚没退 以后 我会接着你吃饭的 好 今天白天 对了 要你吃吧 我去给你拿 不用 我自己去倒水 你在干什么了 送手 还还怀孕呢 还怀孕呢 你都知道了 对不起 我本来打算今天就跟你躺门上 送手 你依然在在人身骗我 包裹傻子吗 一开始是因为你没有认出我了 后面我想要死凡 所以将错就 好 那现在呢 经常理我什么 第二次 说 第二次欺骗纯粹是因为我的个人死刑 你要么压法都可以 够了 在孩子出生之前 你不许离开别墅一步 顾锦云 放我出去 今晚是想着那么惶惑的日子 夫人 顾总让你好好待着 他会助你的 你 动手都快点 这些风声太紧了 小哥哥 总的绝对待劫 他女儿到现在都没回来 他根本就没有来 这 这会不是是骗你去啊 胆子小 你就等着破产罢了 小哥哥 那夫人先坐 咱们先走 走 我 这还是 不许动 蒋成 刘如意 有人举报你俩涉嫌 偷换古董 现将你俩带走进行调查 行了 老被抓进去了 这有什么用 你当然是不着急 米苏甲 挺多是帮我提供的货物返卖信息 你有什么好着急的 都怪北方那边给我出了披露 会把你抖出来的 现在想一想 就算有货带的帮忙 送身也不可能查那么快 除非 我们当中会有一处的内作人 好了 别一神一鬼啊 行 别再去披露了 康复会上知道 爸你要撑草除根 你只要信我杀鱼了 哈哈 在这种天不封的心中 别怪我不客气 主任喝药了 主任喝药了 正人说了 你必须得喝 顾景 她这是囚禁 是在犯罪 Let's go 不喝是吧 那你又别想要有 你和奖金的口供了 等等 不喝 想要口供 不 喝呀 你还不能擦出别墅一步 顾景瑜 你这是囚禁 只要你答应 就不算是囚 喝完了 可不呢 你这是为了报警 什么事情都要 主任 顾勒 终于 不认识 向晨 这把我对手堆在我身上了 讲少爷的性格你最清楚了 他呀 私生死了 跟一岁过 我多谢 你骗我 这边再问你最后一次 为什么要办宋宋夫妇 都办宋宋 研究出来 便别假装的药匙 还到处去张扬 是他自己啊 妈妈 叔叔 你要死吧 顾景瑜 是我害死了爸妈 不是赵明他们动手脚吗 不 是我害死他们的 是我害死他们的 不要假 慢慢说 小心孩子 又如一说 张明之所以会动杀心 是因为我小时候无意中 试验出来的钥匙 钥匙 是我用它到处接地 想活出风头 是我惹来张明的杀心 郭锦鱼 我 朱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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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晕倒 试验不好 谢谢你啊 大家要听一下 的情绪 不信 是 你去哪 厕所 你生完孩子 我自然会换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知道 你回来是为了单女 所以在我生病时段 而且我关你 都是为了制裁你 只是孩子 顾锦鱼 我知道你现在 不相信我说的话 当你生病的时候 我真的是因为 单纯的内疚 我真的是想照顾 喜欢的人 喜欢 喂 李会长 什么 现在去股总协会 副理长 你还不在乎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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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该把 我不该把 超股理我对不起 换出去 我该死 我该死 明前那些股主 居然是副会长 直字坏 过去吧 对换出去的残品都过于了 会长 会长 我错了 我会长 会长 会长 你说都是你话的 你根本没听说 你造假的水平这么高了 会长 是 是江城 江城做的 我只负担通 江城后 下午午饭 听说 蒋是涉嫌 托换客户古董 流向海外 都上新闻了 会长 我听您说 用茶 可能把这后料揪出来 蒋成也是 两个在我野心 你再搞鬼 我却忽然不止 会长 您请我指导 做错事的 是你侄子和你徒弟 我责怪你代码 从今天开始 停职取消吧 我听会长提 我一会儿 就把这小子 遇到遇到遇到 不愧是新闻首大的张国会长 连自己的金职 自动的好备 可以充满 谢谢 这里是古董协会 不是你随意进出的地方 会长 您答应过 不愧不愧不愧 会给我个名头 做什么 当然 来 签了就是 后会长 我现在有资格进来了吗 这不合会去吧 你们就没有意见吗 后会 会长 他牵风都无所谓 故董在这儿呢 南云城尊会 既指用的都是故事大楼 我相信你的 你要是不活的话 可以把古董协会请进去 对对对 我们协会都是很有战略的 对对对 不会的 你的思想太刻板了 照明月 你 除了大半辈子古董 杀人正来在前面买不起这栋楼 信尼革歌好受 他给你多大肯定的武士 她是不是还承诺你 在扶养你儿子 做个两三年老就出来呢 我还说什么 金额没你带的奖辰 可是被判了不足二十年哦 你是我亲身子 你居然这么恨我 没用的 偷袋子 被给你儿子随便来的话下去 只要你保住我 好处他不选你啊 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到警察局去 警察局 林玉宇已经帮我联系了海外买家 讲钱和柳如意已经坦白了 张鸣 张门慈禧几百年的名声 全在你这儿毁了啊 张门还有名声呢 老娘早都忍够了 缺陷不考控 说来就太少了 根本就挣不了什么钱 只能造假 你在说什么 老子咱们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造假 打满了死 是不是和你有关 顾锦鱼 第二次救我了 你怎么敢空手去夺刀 不然呢 眼睁睁看着你和孩子知道吗 顾锦鱼 我给你道歉 我们不要再 顾锦鱼 不好了 苏家父女跑了 老娘 我是你爸 你这是想杀死我 爸 你把我当成过女儿吧 要不是我女儿 我弄死你这个小废物了 当你对着 你现在要逃 然后胖下我 在你心里除了顾景云他妈 你还分不过谁 一个庸人生的女人 你也配提云云 不许你侮辱我妈 当年 当年他还生了顾景云 身体不好不能给你生 他就顾我妈给你当保姆 给你留种 然后抢救你的钱都不给 你是个畜生 没有云云 你都来不到这个世上 应该谢谢吧 一个六岁让我被你给他洗脚的女人 是吗 来喝点 你未免也太紧张了吧 还把保姆推了 立亲自做饭 苏乔和苏庆失踪了 据说苏乔还有乔 这个不得 王助理说 现场有大量苏庆的血迹 父女俩还起冲突了 他从健身病院出来的时候 看起来很恨苏乔 郭锦云 昨天在医院 小舍 您不要感谢我 让我不会 我没有 我是真的喜欢你 喜欢我 喜欢到骗我 利用我 但你的喜欢 就更特别的 干嘛 现在想几个吧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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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切 我 苏强找到了 什么 黄罗也在那去了 啊 什么 我过去了 好 老板 顾总打电话说 苏庆出逃了 我可以下山吧 没事 按计划你们躲在暗处 也不知道警民和小生 顺不顺 你放心 你妈很顺 不过你 也是要死在这儿 有枪枪 是苏强 老师 哼 万一 我是在这儿 故意等你呢 不放 你这点招数 吓不到了 一直忘不了云云 死在我怀里的模样 是你拆散了我们 是你让她失去了自由 你该死 你就是用这些话 来掩饰自己 放弃女 自己喜爱的女人 追逐名利的真实想法 懦夫 住嘴 故意那么霸道 我根本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 可是刘云勇 当时和我相亲的 可不止她 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心甘情愿 没事 晴云啊 害怕吗 亲眼看起妈妈 从楼梯上摔下 现在又要看见爸爸跌落山底 别怕 顾紧云 你这里等我一半 你肯定能坐下顾伯伯 不可以的 不可以 晴云 你别怕 爸没事 亲爹 别说师父不给你吃 只要你敢一个人上来救你爸 我就胖了 怎么样 危险老板 市长老板 肃强不可行 别怕 陪你去 哎 那夫人 来 您听下来 我去 陪你去 那夫人 际云 你上来做什么 我上来警察 就是和他同归于尽的 你快下去 爸 我觉得 当你妈死的时候 你经历让我恨你 我必要追 我 你 我 坐 际云 郭敬云 大 主枪 去死吧 哎 你没事吧 你知不知道 这手铝枪 我不知道 他手又想保护你 哎 大哥能不能别走 那我朋友 听说是双宝财 会不会很危险啊 啊 啊 他一个 可不得大 不得大事 快 快 快 深圳带着 把给的婚姻 他就会没事的 多生家手在哪 没有啊 我写是双宝财 双宝财 啊 我写是双宝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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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是双宝财